要说2023年娱乐圈最劲爆的大瓜,莫过于万年单身的胡歌,一声不吭就官宣自己有了娃。 据胡歌自己说,妻子是圈外人,养人如今有了一个女儿。 很快,网友们纷纷赶来,恭贺的同时也对胡歌的妻子到底是谁产生了很大的好奇。 其中,最像那么回事的是胡歌的执行经纪人黄西宁,从2017年开始接触胡歌的团队,从化妆师、造型助理一步步走到今天。 作为顶流,很多人都以为胡歌会和圈内的女星结婚,没想到是和自己的经纪人都大感意外。 其实,和经纪人结婚的男星并不少,随便一数就不下十个,而且咖位还都不小。 从男神张震、黎明到大张伟、古巨鸡、张艺,他们都是和经纪人结了婚,有了幸福的家庭。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,明明这些男星事业有成,长相出众,完全可以和事业外貌都更匹配的女明星们在一起,为什么会选择颜值更普通,赚钱更少的经纪人呢? 细巴一下他们的情感史,我发现可能是以下三个方面导致的。 第一点,经纪人能做到朝夕相处,互相更理解和谐,对于一个混出头的明星来说,忙碌是他们生活的底色。 这意味着他们有很多的时间是忙碌地穿梭在各种剧组,而一个剧组都会耽搁他们几个月的时间,有很多剧组还会比较封闭。 很多明星情侣的感情之所以走不下去,也是因为这点,长期各自为前程奔忙,缺乏沟通,直至形同陌路。 大S和汪小飞当年就这样,一个长居台湾,一个长居北京,时间一长,不出问题才怪。 而经纪人就具有天然的优势了,他们时刻陪伴在南星的身边,替南方的工作打点,长期下来,很容易磨合,培养对生活的默契。 古巨鸡和他的老婆陈运晴就这样。 陈运晴从1993年起就开始做古巨鸡的经纪人,两个人日日相处在一起。 直到2014年,两人结束20年的恋爱长跑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被称为横电一哥的韩栋,一年365天只休息4天,时常一头就扎进剧组不出来,换作和任何一个同行谈恋爱,都要面临长时间两地分居的状态。 然而,如果是经纪人的话,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 而韩栋的妻子李响也正是他的经纪人。 两人长期地相处培养起深厚的感情,走到一起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 第二点,明星和明星结婚,总有一方付出的代价更大。 胡歌曾经在采访中说,如果自己找另一半,对同样是演员的话,会希望他转行。 其实前台词就是希望另一半不要做演员了,更专注于家庭。 而这样的考虑,其实和演员的职业性质分不开, 然而一旦回归家庭,就意味着事业归零。 这恰恰是很多努力拼搏才被大众熟知的女星所不能接受的。 像兰西就这样,因为甄嬛传的沈梅庄有了知名度,可惜没有抓住时机。 在那个档口结了一个婚,再回来影视圈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, 只能演其他女演员的吗? 而像兰西这样的例子还不是少数,像是吴茜、佟丽娅、胡可都是当初结婚后减少了曝光, 结果人气资源大跌,因此对女星来说,结婚是个很有风险的事情,也有很大的遗憾。 因此这些年,女星都更加精明了,哪怕结婚也不放事业。 像是杨幂和赵丽颖,在当初结婚后,依旧卯着进而递工作,妥妥地拼命三娘, 对家庭势必是有所忽视的。 对她们来说,事业比家庭更重要,因而在离婚后事业依旧红火,没受什么影响, 这也是很多女星的选择。 但这又和不少男星寻求安稳的诉求相反。 前段时间,男演员金世佳就被狗仔拍到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, 众人这才惊讶地发现,原来金世佳不仅结婚, 连娃都有了,而他的妻子,据传是他的执行经纪人赵东染。 不管是胡歌还是金世佳,其实他们的前任都是女星, 然而步入婚姻殿堂的都是经纪人, 而其中的缘由,或许也可以从金世佳和前任李沁的分手原因里窥见一二。 据传当时金世佳就想结婚了, 但是李沁的事业才刚刚起步,不愿意让事业戛然而止, 两人就此遗憾分手。 而这也是很多明星恋人没有走下去的重要原因, 在他们的未来里,一加一是小于二的。 而对男星来说,如果两人都忙事业, 缺乏对家庭的关注的话, 这就意味着不稳定, 他们更希望自己在外打拼, 妻子专注家庭,有一个安稳的小家庭, 而这样的家庭,稳定性也更高。 像是陆毅和鲍垒夫妇, 吴京谢南夫妇, 徐峥小桃红夫妇都这样, 女方放弃自己的事业, 回归到家庭,成为男方的贤内助, 不过这种舍弃也需要女方很大的勇气。 第三点,经纪人更符合贤内助的期望, 早年间张震和舒淇传出过绯闻, 舒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 也曾公开说过自己喜欢张震的类型, 两人有可能在一起。 然而在被问到儿子的恋情时, 张震的父亲张国柱则表示, 和舒淇谈恋爱可以, 但是结婚对象就不太行了, 一定要贤淑,能帮到老公。 而他举例子的周润发老婆和李连杰老婆, 都回归家庭, 成了贤内助,经纪人。 张震后来的老婆庄文如, 正是他的经纪人。 两人于2004年认识, 但并没有擦出火花, 期间张震还谈过几次恋爱, 直到2013年两人才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据传, 当张震忙着拍戏的时候, 妻子庄文如就会很贴心地去陪伴张震的父母, 看得出来是个好儿媳了。 多年的相识与照顾, 相比于其他人, 庄文如都是个更优解。 大张震与老婆刘盈也这样, 在大张震事业低谷的时候, 刘盈就已经是大张震的经纪人了, 相当于陪伴她经历了那样一段艰难的岁月, 这一点也让大张震感激不已。 在大张震闹着和公司解约的时候, 也是刘盈义无反顾地跟着前途未知的大张震出走, 因此, 在大张震的心中, 刘盈的分量很重。 张义的老婆钱林立也是她的经纪人, 不过在成为张义经纪人之前, 钱林立是央视的主持人, 还离过一次婚, 两人在2006年结婚。 婚后, 钱林立就成为了张义的贤内助, 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和工作。 很巧合的是, 在2006年, 曾经默默无闻地张义凭借士兵突击小火了一把, 此后事业节节攀升。 不仅如此, 钱林立还特别理解张义和初恋女友的感情, 在成为植物人十年的初恋女友去世时, 因为在外地拍戏赶不回来, 钱林立还代替张义参加了葬礼。 可以说,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, 从婚后的事业规划和帮助上, 选择经纪人都是利大于弊的, 养人也更容易走下去, 这也让不少男星选择了和经纪人结婚, 他们的结合, 也不会存在事业的冲突, 是一加一大于二的。 对于许多渴望安稳小家庭的男星来说, 和知己知彼, 互相成就的经纪人在一起, 或许才是最优解。 bzw.这一套都在相遇看。 根本就在家庭的交互相比。 形反话vens制 bzw。 凌曼京一 hots垂。 本主题是相鱼的零审物。 等歉打电脗話CAS vayas表示, 一手掌声3公式白鸡的不是女便宜意凿的,